调音 若无病症 可从一条脊椎 及七处原始痛点处理 并用外内热源温知 以达到至未病的目的 好 这个之前我们也说了 如果没有病 可不可以用原始点 可以按照一条脊椎 把先有痛点的找出来 把它解决了 那音改善了 以后就不至于再产生任何问题 好 症状若属本处体伤所致 即使可以从果治疗 但为慎重起见 最好先从阴下手 通过重用外内热源 并配合运动充分休息 及调整心态 以改善体力 间接帮助本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修复 如此从阴处理 若仍无效 再从果直接解除症状 也不迟 也就是他处体伤 我们已经告诉各位 如果有病症 我们就是找按推 找开关按推 然后内外热源 就可以解决 那没有病 也可以达到滋味病 那如果按推没有效 或一看 就是状的阻止受损呢 属于本处体伤 怎么办呢 我建议 还是要用连食点 当然西医也可以 从果解症 但是西医 你去给他处理本处体伤 一般付出的代价 非常大 就像黑脚阿嬷 他们有没有办法治好 有啦 你们太小看他 他脚趾头黑 他就把膝盖砍了 他没有脚趾头 脚趾头怎么会痛 所以脚趾头的痛就好啦 但是付出代价大不大 大啊 你肚子痛 检查出盲肠炎 他把你的肠子都挖掉了 那你没有盲肠还在痛吗 不会啦 肠沾炎也是啊 把你肠子就割一截 也好啦 所以他们是用这样 那本处体伤自然也会好 也可以达到解症的效果 问题来了 后遗症大 付出太多啊 所以我建议各位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用原始点 原始点你看 第一个 你可以把体质改善 即便症状没有好 那以后再说吧 再给西医科 起码体质也比以前好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何况 根本很多的本处体伤 我们之前放的很多安理 都是本处体伤 都可以解决啊 但是我这里是客气的讲 如果处理无效 再去找他们从国解症 我们要给他们从国解症的机会 已经很少很少了啦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只是客气说来 但是我们也不敢说 本处体伤我们百分之百都能修复 有一些还是有瓶颈的 那后面我们会讲到 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研判本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与组织受损的修复时间 一 普通症状 约一至七天 二 严重烫伤 毒液灼伤 肌肉肿胀 撕裂 约十至三十天 这里 我们先放一至七天的 好不好 本处体伤一至七天的 我们先来放一个眼疾案例 眼疾案例 2013年8月15号晚 小女眼睛开始红肿 2013年8月16号早上8点11分 吃早餐时 小女左眼已肿成一条线 2013年8月16号开始用原始点处理 并以无菌棉签 蘸淡姜汤 洗夜 共三次 晚上肿也消了很多 但症状还有 2013年8月17号早上醒来 左眼还有红肿 被很多眼垢粘住 2013年8月17号早上8点55分 姜汤洗眼后 红血丝减少很多 眼睛清亮许多 2013年8月18号 小女眼疾已完全痊愈 露出喜悦的笑容 眼疾前后比对 前后三天 用原始点处理小女眼疾过程 用新鲜老姜一小段切成小片放进水壶 用一小碗沉净水 加水沸腾后五分钟倒出 待沉淀后倒出一小杯 用五支无菌棉花签洗眼睛 上下眼瞼 眼睫毛和两个眼角 每支棉签只能用一次 最好不要来回清洁 清洗完后 马上喝姜汤 按原始点温敷 特别提醒 在给孩子清洗前 自己先试试姜汤的浓度 以及姜汁浸氧后的感受 当着孩子面测试 当眼泪流出来后 眼睛就能睁开 且很清爽明亮 没有难受感 把这些真实感受详细告诉孩子 孩子观摩后 很踏实 没有恐惧感 接着就很乐意接受您的处理 个人认为此方法很环保 红眼病 角膜炎 眼睛痒 干涩 疼痛 模糊不清等 都可以试试此法 淡姜汤简单的制作过程 选一小段姜洗净 去掉两端和坏处切片 放进水壶 加一小碗沉净水 水开后五分钟倒出沉淀 待温温的装入小杯就可以清洗 因为你们的盐药水就是这样制作的 那所以这一段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所以才会放给大家看 好 那我们严重的烫伤 这上次有放了 还有硫酸灼伤这些 一般都是十几天左右就会好 那我们看下面 三 肌肉腐烂 坏死 骨折 器官受损 约一至三个月 而严重者 约三至六个月 若经半年仍未改善 则属难治之症 黑脚阿嬷这些三到六个月 我们也放了很多案例 就不再放 但是有一个就是 我们怎么观察这个本处底下 已经是原始点的极限 没办法做出来 六个月 一点点改善也没有 那这个就是 我们来放一个 中风手术后遗症的 中风后遗症案例 厦门彭先生 2009年11月9日 脑出血中风 做了开弩手术 手术后 瘫痪在床 无法站起 2011年底 遇到原始点时 双腿肌肉已萎缩 彭太太认真学习 原始点理论及手法 帮她按推 经过一年的努力 中风后遗症 已有大幅改善 我老公就突然这样倒下去 也去动手术嘛 医生撞手术完出来 跟我讲说 你老公 手术是很成功 但是 他的讲话 是要你先教小孩子 一句一句地教他 一手一脚就不能动了 其实 我在中风的时候 我自己讲话 听不清楚 自己听不清楚 对 现在 我老婆每天按摩 有时聊吧 现在 有时候 跟我老婆小吵架 又吵架的 现在她一天可以爬 100多层的楼梯 这地方走路小贴斯 每天多天 每天早上跟 到晚上一整天 现在目前爬楼梯 60层 每个半个小时 客厅 走路走路 差不多 试探 不要放手管 等到在每半个小时 在划山 手 护手 护手 划山 这样护手 出去学习 划山 手 每五分钟 举手 15下 拍下来 没半个小时 划手 30下 太好了 我每天都 每天按功课表 要自我要求 太棒了 好 好 2014年5月15日 帮太太推柔 2014年8月1日 晒衣服 2014年8月1日 更换衣服 这一个案例要让大家了解的是什么 就是你看喔他从瘫痪到起来喔 然后他太太帮他按到听得见喔 种种都在恢复 那他自己也很努力 但是唯一遗憾的是右手 他的右手一直没有力 而且经过一年多也没有用 其实只要半年 一点改善也没有 几乎就可以断定了 以后要恢复 几乎不大可能 这个就是我说的 男智之症 也就是这个就是原始点的极限 那这时候怎么办 没有办法 那就只好给西医去啦 我说话 我说我是很谦虚 但是去西医他真的有办法吗 就是因为没办法才原始点接的 但是你也不能说 我们不行就说人家不行 我是以这种心态 但是我看也很难 那也就是这样 我该放的案例 从他处体伤到本处体伤都放了 对不对 所有疾病都因他处 跟本处体伤所致嘛 那我们从热 改善热能不足跟体伤 就可以解决很多病 看来原始点能治的病多不多 多多 非常的多 非常的广泛 但我们放眼我们的医学界 有没有比这样更多的 我看很难 我只能说很难 因为我曾经 早期就是参加一场医学会议 那时候早期就是 正在台湾正在推行一种什么 叫做中西整合 我不知道这里也有过这样的 这样的过程吗 那早期那时候我还在当医生 那我就去参加那种 他们整合的一些会议啊讨论啊 那请来的都是西医的专家 还有中医的前辈 那他们坐在台上 我们这些小医师就坐在下面听 那他们最主要探讨的就是说 看西医有什么优点 那中医什么缺点 用西医来补足 同样西医有缺点的 由中医来补足 那利益是很好 我也觉得 如果能够这样诊病成功 那对人类是非常大的贡献 但是我发现到最后 根本没有结论 为什么 因为就像西医讲 你们中医啊 很多病老是治不好 你不如这样过来吧 叫他过来 我们刀子咔咔 很快就好了 就不用吃那么久 又没有效 那中医会很不满意啊 他说好 那你如果说这样说 那你可以告诉我 具体的 什么病我们治不好 你列出来 我们就推荐给他 给你们去咔咔 西医说得出来吗 西医其实说不出来 那同样中医也会抱怨啊 抱怨西医 什么病都要手术 那有一点苦难 有些病我们针灸啊 开药 很多痠痛的 我们都可以处理啊 为什么不先给我们治疗看看 如果治不好 你再开刀也可以嘛 对不对 这样题好像也有 但是西医的回答也是一样 他说好啊 如果你这样说 到底我们什么病名 是治不好的 你们可以用针跟开药 就能治好 你具体跟我们讲 我们也愿意来尝试 这样交流嘛 中医说得出来嘛 中医没办法说出来 一讲到病名 那什么病一定有把握 中医有时候在谈 就是理论很多 但是实际要操作的时候 又有一点怎么样 手软了 这时候又不敢讲得很笃定 那所以这样争辩到最后 这场会议显然是怎么样 没有交集 大家都出于想把医学搞好 我们都能看到 但是前辈的努力 我们前辈谈的 好像也没有提出一个具体 那我们台下只能听嘛 但 我回来就想一个问题 之所以没有结论 原因是怎么样 中医不知道 他什么病能治 很具体的 然后什么病不能治 什么是中医的极限 不知道 因为连我当医生这么久 我也说不出一个具体来 什么病能治 什么病不能治 如果我知道了 那我就把不能病的治 推荐给西医 就像我这个本处体伤 原始点如果说 半年了没有效 那我就知道 这个是原始点的极限 那就可以推荐出去啊 对不对 但问题中医不知道啊 反过来说西医知道吗 他们也不知道啊 他们到底也不知道 我什么病不需要开刀 吃药就能好 或什么病我能 一定能治好 什么病不能治好 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坦诚相见 但是因为彼此也不知道 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优点在哪里 所以这一场注定失败 所以这也就是 后来有一个中医师 很有名啊 写了很多书的 他有一次遇到我 我就开始介绍他 丰功伟经 为什么 那些丰功伟业就是 他治好很多案例 然后一一跟我讲 这个案例他也治好 什么案例也治好 讲了一大堆 我最后只问他一句话 你不必告诉我 你什么病能治好 你只要告诉我 你什么病不能治好 这样就可以 因为你只要告诉我 你什么病不能治好 我就知道 反过来不就是那些病 你通通能治了吗 那你就不用一一说 我这一句问他 他能答得出来吗 他是很有名的喔 写了很多书喔 我这一问喔 还真的把他问 愣住了 他想不出来 他吱吱吱吱就停在那里 我这个人有时候会得理不饶人 我就直接问 我说 你不能告诉我 你什么病不能治 那你怎么能说 这些病你能治 你连什么病都不能治 你都不知道 那这些病可能是 被你什么 瞎猫碰到死浩子 偶而治好 因为如果你很笃定的讲 我什么病不能治 那反过来你通通能治 我就相信了 那你不能告诉我 就像一条线 这个是不能治的 那反过来 这一条线 以后不就是你能治的吗 你一定要有这种本事 所以他也无言了 那无言了 这一场讲话就到此为止 但是同样 他也犯了一个问题 因为就像那一次高峰会议 中西医的高峰会议 没有结论一样 彼此都不知道 到底什么病我不能治 什么我能治 了解吗 所以要了解这个很难 就像人 常常看到的是自己的优点 但看不到怎么样 自己的缺点一样 要全面的很难 所以当我假设问你们 原始点完美了吗 完美了 不完美 那不完美 当然 目前没有一个医学是完美 所以才要交流嘛 他们才要整合嘛 就是希望把缺点尽量少一点 把对方的优点也纳入 但是问题没办法 那原始点是不是也 有办法看清自己的优跟缺呢 有没有办法 起码我虽然是不完善 我也承认 但我又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问题 你们会不会想问我 张艺师我跟你学原始点那么久 你能不能告诉我 直接告诉我 什么病能治 什么病不能治 你们会不会这样想 不会哦 就傻傻的这样一路坐下去 其实一定要 一定要了解 这个是一个重大问题 那不然你不知道什么病不能治 那你如何跟患者交代 有些不能治的来了 你也一直糊里糊涂治下去 那不是延误人家的病情了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事关重大 对每一件事一定是要严谨的 所以你们会不会想问我 原始点 有没有极限什么做不出来的 就像我问那个中医师这样 你们会不会想问我 想的举手我看一下 哦果然你们想 如果我不这样提 你们是找不出这么深奥的问题来问我 不可能的 好那 同样的原始点 我认为确实是还不大完善的地步 也有一些确实要借助西医来处理 那我们来看下面 这个就是我承认原始点 要由西医来处理 我们念一下 原始点 不足之处 急性外伤 而且不是每个急性外伤都一定是原始点 比如说疲漏啊 挫伤啊这些 我们都可以修复 对吧 急性外伤的特殊的症状 比如说第一个脱臼 脱臼原始点有没有办法处理 你们不要接啊 因为我没有教你们手法 如果肩膀脱臼 你不要说过来过来 我帮你按肩部原始点 骨头就会跳回来 可不要这样做 你按了老半天 还是跳不回来的 这时候要怎么样 找中医整骨的 把他一个动作就整回去 这个才是正途啊 我们不行的 我们一定要说出来 让你们避开这些 对吧 第二个 断肢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工作 结果被机器把手掌压断了 这时候怎么办 撒姜粉 结合 包扎 是吗 你们会这样干吗 那找谁 对啦这个找西医 二话不说 连考虑都不用考虑 就直接找西医了 还有另外 我们说骨折 我也放给各位看 原始点是可以 但是万一已经严重到 粉碎性骨折呢 什么叫粉碎性骨折 就是一块一块 裂开然后都跑掉了 错位了 这时候原始点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时候我建议各位 如果已经移位很远了 如果只是断了 粉碎断了小小块 在旁边 那这个就没关系 但问题我指的粉碎性 断了好几块了解吗 那又跑掉了 这时候我建议找谁 西医 直接开刀 钢钉固定 然后再来用刀子 让它修复比较快 但是开始还是找西医 像类似这样 还有一种叫义务刺伤 比如你吃鱼 鱼刺哽在喉咙 会不会痛 痛啊 那你怎么痛你一定知道 就是吃鱼之后才痛 那你就知道 应该是哽住了 按要不要按原始点 按按看 看鱼骨刺会不会消失 按完还是痛啊 了解吗 这时候没有效 也不要再执着了 按完没有效 属本处底上 内外热源温知 不需要啦 这时候找耳鼻喉科 直接夹出来 甚至有一些像 饭不吃 去吃玻璃钢钉的 也有 有时候照出来 竟然胃痛 找出什么钢 一个钉子有没有 有时候奇奇怪怪的 像这种奇奇怪怪的 异物刺伤的 就给西医去处理了 再来大量出血 大量出血 我是指急性外伤 我可不是指内脏 大量出血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我在安明病房 就看过癌末患者 那些有一个肝癌患者 他是很千诚佛教徒 就是每天就在我们大厅 然后念佛 马上 你只要早上起来 都一定看到他在念佛 有一次我图南间起来 看不到他了 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去问护士 这一个人怎么了 昨晚晚三的 我说怎么可能 昨天我早上 我还看到在念佛朱啊 他说昨天气温骤降 在湖南间内脏大量出血 就往生了 那我说不是 这里因为都是癌末啊 都会出状况 我说医师都值班的啊 护士也都在 那可以抢救啊 我说有啊有抢救啊 来不及咯 就走咯 所以我就知道 你看医院也有输血 因为在安宁病房那个大医院啊 什么设备都有 医师也有 急诊医师也有 那这样抢救还抢救不过来 所以我对这个看法我吃饱了 内脏大量出血 有时候很快就走 了解吗 你不用期待说 这个 反而我们原始点还处理过 大量出血的 内脏大量出血 而有治好过的安宁 只是没有拍尘而已 那那是怎么样呢 大量出血之后 他们本来要急送到医院 因为患者本身学过原始点 相信原始点 所以愿意用原始点 那这时候用 他们用什么方法呢 我告诉各位 就是用龙生汤 龙生汤熬隆隆的 然后喂食 很快血就止了 你看我们只要热能够 那个伤口很容易修复 那那个患者是老人家嘛 身体也很虚 结果反而就起来 所以对内脏 我是对西医有一点存疑 但外伤的大量出血 那流光的就死人了 比如动脉你割断了 那这个要立即怎么样 包扎止血啊 对吧 那这个我原始点又没有说 包扎止血这个尝试啊 这时候直接给怎么样 西医啊 我指的是这个 甚至他们有必要也可以书写 然后类似这几个 我承认 这个要借助西医的 那就代表什么 原始点不圆满 如果圆满了就不必要借助西医的 但是我举的这些例子 是我们不能治 我很清楚的也告诉各位 也就是反过来除了这些病以外的 通通是原始点人治的 那你这样一看就知道 原始点人治的病有多少 太不可思议 我连我自己都觉得 唉 这个原始点太伟大了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们以后就不要问我 有些人说 张医师我未来 能不能治 你问我 有时候我都不好讲 因为未来本来就不是病 对不对 他说能治也错 说不能治又错 因为他是体相跟热能不足所致嘛 但是以一般人习惯就说 能治不能治都把它简化了 我们也没办法 所以回答有时候就直接 就照众生这样回答 可以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有乙病 也不是原始点的本意 那就是先安抹他嘛 让他不要胃癌怎么样 起恐慌嘛 先把它安抹 那患者会一句话就相信你吗 我曾经遇到一个胃癌的 他就这样问 张医师你有没有治过胃癌 你能不能治我说可以啊 那你治过几公分 我说你干嘛要问那么详细 他说 当然啦我也是胃癌 所以要问嘛 我看有没有相同的案例 我说有啊 很多案例啊 三公分五公分我都治过啊 哦不对不对 有没有两公分的 哎你别笑 有没有这样患者 真的有 他很执着就是要一样的案例 他才会相信你 所以我现在遇到这些 根本不用问 你是不是急性外交 如果是 那我承认 如果以上这几个我不能治 反过来 只要不是我通通能治 那你就不要问我了 所以以后你们 下课就不用问我 上课也不用问我问题 什么能治 什么不能治 就是看这一条 除了这个我不能治的 我已经承认了 反过来的通通原始点 你都可以试 所以原始点怎么样 威力无穷啊 很多都是医学界做不出来 我讲到这里 也不是催泪 我再放一个案例好不好 其实蛮精彩 我觉得最近刚好去马来西亚 他们又有后制 梅结是症 这个也是花了很长时间 才制作的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 梅结综合症案例 2011年在英国 我就遭到这个病了 这个病都会冲速 往上这样冲 冲到我根本睡不着了 我刚刚开始 那个眼睛根本 一起来就看不到 然后我的那个家庭医师呢 就介绍我去专科医生了 他看了我 就是说你的脑子里面 然后这个神经控制不到那个肌肉 他就帮我打那个波动手 打开那个波动手根本没有阶线 那我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哦 很辛苦了 人又睡不着 然后这个势头哦 它会这样往下这样 这样铺 而且那个肌肉根本都控制不到的 后来我就照了 就看到这个原始点医疗法 就在2015年 我就决定要回国了 不要再待在 这样寒冷的时候 根本那个西医也报不了我 2015年12月份 然后在修罗巴金屋体馆 那我就去听原始点的角落 那我其实之后呢 我就决定这样 要像这个原始点的方式 刚开始就抓这个按吞 然后我就硬抓的重点 我应该就在头部了 刚刚开始按的指 哇好痛痛 很难串臭 然后慢慢的喝那个乳酥的浆汤 还有开始吃那个温馨的那个事物了 病人的东西 我经历就都见到很清楚了 就在接触这个原始点班后 我就觉得 诶 就病座有了喜剩 那我就去了这个 家里原始点中心 差不多有一个半夜的时间了 那到一个半夜之后呢 那我就叫我太太 去慢慢的学习这个这个手法 然后回到家里 帮我慢慢自己都去摸索 去安 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哦 时间比较多一点的 那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就好了 我是对我觉得 我的体力方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 我每天啊 我去做运作哦 我觉得我的体力是应该是 恢复得很 很不错的境界的 我这个病啊 大概是在2010年 一个早上 我起来的时候 那个眼睛哦 根本看不到 那我就去我的家庭医生 他说你的眼睛干涉 然后就给了那个眼药水我滴 滴了老师 萌萌的也是看不到 然后他就介绍我 而且在伦敦的脑砖科 他说你这种病啊 没有办法 只能长期服用药物来控制 不能断根 我当时的情绪控制不了啊 眼泪 控制不了 那怎么办呢 心想一辈子 应该是完云了 没有的就了完 我也觉得很安慰 我能够得到原始点的医疗法 没有张医师 我敢肯定 百分之百 没有机会跟你们在这边 信出我的病遇 我要示范给大家看 我的体力是有的 运动很重要 运动很重要 真的运动很重要 所以我每天有保持爬楼梯 十五楼来回两趟 伏地营生呢 大概可以撑到五分钟 然后还有做慢跑步 所以我觉得自力更深是最重要的 你自己不能够照顾自己 别人帮不了你 自信是最重要的 我以前的症状 我跟你们迅速一下 我的头部哦 往这样 我的头部一路是这样 往上垮 这样垮 不能够自助的 控制不了的 我的石头哦 到石头会这样 我的口律不停在流 口律在流 要拿这个手盒在摸 他会控制不了的 但是我今天 鎮定的 我的头能够鎮定的 往前方向看 往右 往左 我有了体力就不会死的 原始点学好 健康没烦恼 不是平常能够承受的 说真的 而且我也是一个重犯者哦 每天七点 我就到party里面除草 除草 然后再喷尸 我终于有六亿蒙这个流连 那我要要管理的 没有体力 讲什么都没用啊 很严重很痛苦啊 他是24小时是这样 就是一直 他肌肉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舌头一直往外吐的 肌肉是不协调的 所以 最后从英国再回马来西亚 再遇到原始点 是这样的经历 好 所以原始点能治的 我说真的太多 这五花八门 很多都是医学界没办法 那我们这里就要讲 到底我们摊开医学来谈 三个都比较一下 看哪个医学 治疗的范围比较大 然后西医 到底能治什么病 我们这一堂就是把它 稍微谈清楚一下 所以我们紧接着来把 这一个做一个综合的 都会是说的 那是一堂 一堂 最后的一堂 最后的一堂 是一堂 一堂 都会是一个 一堂 一堂